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這邊我要介紹跟紀錄台灣的國民泡麵 那我這邊介紹的是 味丹OVA 蔥辣牛肉湯麵 好,那這個泡麵呢 印象中大概在我1997年 就是高中的時候呢 才有在一般的甘馬店看到它的蹤跡 那這個比較少在那個一般的超商 看到我在賣這個 那我對這個比較多的印象 都是在我高中的時候 回去馬奧的外婆家 那那邊的甘馬店呢 就通常都會看到有在賣這個味丹的這個 蔥辣牛肉湯麵 所以他對這個印象呢 大概都停留在我小時候 那因為現在長大 就是目前來講的話 一般市面上 基本上連那個大賣場 然後超商 基本上是看不到有在賣這個的 那我這個的話呢 是我到那個武林農場 裡面的這個商店 然後有剛好看到 欸,竟然有在賣這種泡麵 那因為這個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 也沒有吃過了 所以剛好就買回來 那順便開箱記錄一下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泡麵的碗呢 基本上他採用的是一個橘色系 那因為他跟衛丹威威A 他的這個泡麵的版型 基本上很類似 OK,只是說他的顏色 像之前的那個排骨肌面呢 你可以看到版型跟這個基本上 其實還蠻像的 只差在說他的這個顏色有點不同 那這邊一樣也有弄個叫做厚 然後有夠香 這樣一個標題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泡麵 碗的正面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他這邊 料理參考這邊 有放了幾塊很大的牛肉 然後這邊還有放那個 蔥辣 你可以看到蔥辣 然後那個辣椒 OK,那所以 料理參考看起來 基本上這個泡麵 其實是很好吃 OK,那這個味道呢 就實際吃完以後呢 基本上也還不錯 OK,那所以說 算是也是個很好吃的泡麵之一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側邊的部分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側邊他的這個料理 參考圖的部分 OK,側邊的標題 那這個蔥辣牛肉麵 喔,牛肉湯麵 好,然後這個有他的條碼 然後接下來看一下 他的一個營養標示的部分 那他的辣含量是1863毫克 所以吃完這個泡麵 是要多喝一點水 OK,好,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相關的這個 一些介紹部分 好,這是他的品名 好,品名的話呢 然後還有一個相關的這個麵塊 還有料理 那個包的部分 那相信大家看完這個裡面的文字 應該就可以了解了 好,那我們再繼續去看 那側邊這邊的話呢 還有一些相關的資訊 好,那這衛丹企業 股費很限公司 所出品的 也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好,那這是他那個泡麵碗的部分 OK,那我們來再看一下 好,那我們看一下後面的話呢 一樣有他的這個有效日期 OK,2023年4月份 好,那這是這個泡麵 他的一個整個 碗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他打開 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好,你可以看到 裡面有這個調味油包 OK,這是他的調味油包 看起來應該蠻辣的 那我剛剛看裡面的成分有牛油 所以也有這個辣豆瓣醬 然後這個是他的那個 乾絲的這個料料理包 好,可以看到乾絲料理包 應該有一些相關的 脫水牛肉塊 還有脫水蔬菜 還有一些那個補椒粉 等等調味粉 都在這一包裡面 OK,那我們看到他的麵體的部分 大概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看到的 很普通的這種泡麵的這種麵體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這些東西 把它 繼續放進去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一般來講 會附的這個 泡麵的這個 那個免洗塊的部分 那我們也順便 好,讓大家看一下 可以做個紀錄 好,這是他免洗塊的部分 好,那是其中一種 比較吃 比較好 跟泡麵比較搭的 這個免洗塊 好,那我們先來 來把醬包 先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先來 把醬包倒出來 OK 看起來就非常 有那種辣豆瓣的那種感覺 好,醬包的部分 好,醬包的部分 好,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乾式的粉的調味 包 好,那拆開來的時候滿香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脫水牛肉塊 然後他有這個 相關的這個粉 OK 在這邊 好,那就是打開之後的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 沖泡一下熱水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沖泡熱水了 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碗蓋蓋上去 然後我們等待三分鐘的沖泡時間 接下來可以 再看他結果如何 好,那經過三分鐘沖泡時間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把碗蓋先開來看一下 泡碗的結果 好,可以看到他這個 這邊呢 還有他的這個醬包 還在這上面 好,那我們 這裡呢 先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麵條的部分 就是一般 很傳統的這種泡麵的這個麵條 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 以前我小時候比較常吃到這種 都是這種麵條比較多 因為現在的泡麵呢 有改良過很多種不同的麵條了 所以說 這個麵條呢 還是 可能比較吃比較習慣 那因為這個的話 基本上 他其實就是跟WA 排骨雞麵系列 用的麵條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 我覺得WA 這一系列的泡麵呢 他的這個麵條呢 吃起來有一種很 特殊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先來把它攪拌一下 我們現在再稍微攪拌一下 好,我有看到一些 脫水蔬菜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蔥 這個是他的蔥的部分 然後湯的話呢 可以看到 其實有這個 辣油在上面 他本身來講 他自己有一些牛油 因為加牛油的話 會比較有那種 牛肉那種 湯的那個香味 會比較濃郁 好,然後可以看到 這是他的這個 撈出來的 泡麵的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 有點類似在吃 微微排骨雞麵的這種麵條 只是 他採用的是這種牛肉 的這種粉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麵條的部分 看起來就很好吃 OK 好,我們再把它撈出來看一下 那這個的話 其實算 真的是還蠻香的 這個 這個麵條來講的話 好,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他的一些 蔥的部分 這些蔥 脫水蔬菜 好,那所以他這個真的 個人覺得這個 因為 實在是 有他自己很獨特的一個味道 這個泡麵來講的話 好,然後 可以看一下好 這是麵條的部分 OK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湯的部分 OK 這是他湯頭的部分 好,其實湯頭的話呢 喝起來的 氣味也 還不錯 好,那這是他的 泡麵的部分 麵條 好,所以我覺得他那個 比如說冬天吃起這一碗 其實也是一個 蠻享受的 OK 而且他這一 這個其實吃起來有 算是蠻辣的 所以說 對於喜歡吃辣的朋友來講的話 其實也可以來 吃一下 OK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好 這個麵條的部分呢 個人覺得 基本上 是還不錯 是很入味的 好,那我們這一口再看一下 這個泡麵 好,那我們這邊就介紹 我小時候的這個經典的 美味的這個 OVA 蔥 牛肉湯麵 到這邊 那我是衛士利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